姐妹们晚上好呀 这一期教程我们画水墨梅花 这种3D效果是Ventor Convass软件做的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种效果 点赞过500 下次我再做一期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 今天我们就先绘制水墨梅花 清建画布 尺寸4500x6000像素 点击背景颜色涂层 给背景换个深颜色 下面随意画个圈圈 编辑图形选择圆形 偷拽填色 绘制线稿 线稿和色卡在评论区有下载链接 把扇面以上的涂层都建立剪辑蒙版 作用是把我们后面绘制的图都限制在扇面以内 给扇面绘制底纹 涂层样式为线性加深 一笔不间断涂上底纹 降低线稿的不透明度 绘制梅花花瓣 不曾样式为正片叠底 这个花瓣笔刷是新做的 上一期视频有使用教程 还没更新的来购买的平台找我更新 绘制后花瓣 涂层样式为正片叠底 后花瓣颜色淡一些 用橡皮擦工具擦去重叠部分 用橡皮擦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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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擦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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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擦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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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用同样的方法把其他花瓣绘制完 绘制花枝 通过笔压的大小来绘制枝干的粗细 在肢节处要粗一些 刷出一点泼沫的感觉 两指若华 阿尔法索丁涂层 增加墨水的浓淡 给质感丰富一些细节 这个时候可以把线稿隐藏掉 给人物上色 上色可以随意一些 涂沫出水墨浓淡和纹理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绘制一些飘花 图存样式为正片叠底 给扇面再绘制一些水痕 图存样式为线性加深 用涂抹工具上下固度一下边缘 让水晕和背景更加的融合 带印章 完成了 最后看一下整体效果 关注我 从零开始学过风插画 明镜需要您的热情